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都会同意 火车就是有一种无可取代的魅力 它不一定要比速度 也不一定要比高科技 搭上了火车 就引动我们内在 对于宁静致远的渴望 这是时间也无法改变的 一种特殊情感 明日号是一个 得国际大奖的设计车款 这次由熊市集团 夺标运营 今天开门人物 就包括集团的掌门人 王文杰董事长 还有在鼠年 这个疫情年 国旅大爆发的时候 最辛苦勤劳的交通部长 林佳龙 跟我们一起登车往前行 好 早 部长 王董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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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过这么早搭火车 王董可能有 王董也没有 那部长呢 我有 有 因为从民意代表 一直到内阔官员 游客一早就要起得很早就对了 是 对 王董 这个是举光号改的 这是举光号改列的 对 上次两位搭举光号是什么时候 我都想不起来了 我应该是在中正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住台南 所以都搭 最快车就是举光号到明雄 有时候还搭七件车 OK 旧情绵绵了 对 不过王董你很厉害 我们知道您在鼠年这一年 国旅大爆发时候 这个记录四个月跑了17趟 应该说是六个月跑到20多趟 那观光列车呢我是没有搭过 那两位有没有搭过 因为像是瑞士日本都有这种 观光型的火车 两位有搭过吗 有啊 我去日本旅游就喜欢 大汉的火车 我在日本出过一年 然后跟我太太宛如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体验火车站跟他们的列车 宁华你也知道我是多年经营 所谓台湾人出境旅游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精彩的旅游体验 其实就是铁路旅游 例如1986年我是应邀到瑞士 这个冰河列车 在那一次我认识我的太太 哦 那这个是很有记忆点 然后我在1990年的初期我就已经搭过 所谓最经典的东方快车 从华里到威尼斯 哇 所以铁道旅游这个来对我的工作上 甚至在生活经验上 就是一辈子的影响 哦 所以之前您没有想过 在2020年之前没有想过 你会把你自己很记忆深刻 而且很有情感的铁道旅游 变为带领3000人 这个熊市集团运营的一个重点 坦白讲是事实 因为在过去我也想自力发展 国民旅游跟入境观光 但是对于熊市的总体的总量来讲 它还是一个小的部分 疫情带来我重新省思 一个旅游产业者的责任角色 这还是国内目前最佳的观光列车 好 待会我们就一起登车 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经验 因为跟部长呢 从以前采访有接触互动 跟大家一样认识部长也有20年 对 还是一起搭车 好 一起上车 谢谢 谢谢 来 部长 我迎你 念华 今天我是两位的专任导览员 谢谢 代表明日号 欢迎部长 欢迎念华 跟我们一起启动明日之旅 我要说 watch your step 您好吗 欢迎哦 欢迎您 这有休息吗 有啦 好 欢迎大家 好 部长来看明日号的各位旅客 这个窗户够大 谢谢 这位是TVBS方念华主持人 会在后面拍摄 不好意思 打脚了 恭喜自己带来是车上的 你自己带的 真的有演出 家庭旅游 小孩子一起 好 你们帮忙 维护 好 谢谢 好 这里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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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的清洁都靠你们 谢谢 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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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今天在台湾的鐵道 剛剛才在 熊師早年也確實是從一個量化 就是 one size fits all 然後two size three size 可是我们在旅游在数十年前就开始看什么叫 Special Interest 先从这Special Interest Tour这三个是SIT 可是接下来我就谈从主题旅游去谈 区隔分众个性兴趣化 然后当然有一端它就会走到社保化 我觉得就像我们女性通常是 企业商品经营的最佳喜好者 将来政府还规划的还有三南号 海峰号 最后都是国人期许甚高的请台级列车 那有点像是七星火跳 所以它也是一个奢华 所以现在是on the way 不像旅游 不像慢活 不像在地 不像区隔跟分众 沉浸 但是期待未来 奢华 熊市已经过了35周年 如果我们从它最早最早的第一最前身 东亚旅行社算过来已经44年了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从原来 这王总市长 那个时候是买保湿吗 从6人到现在3000人了 真的 真的是举光号改装 就是很有古典的感觉 我们之前就讲林秀要介绍 明日号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些 你进来可能不会注意的亮点 这边你要介绍餐点吗 丽娃姐 这边你有没有 有一个你一定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这个也很特别 但是 是灯光 灯光啊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火车 其实灯光大概是 6500K的办公室 白色的那种白光 在明日号上面 他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灯光 改成3000K的旅馆黄 所以就让你一进来 有很柔和很放松的感觉 好 那除了灯光之外呢 这边还有哪些特别的 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橱轨 你现在看起来很一般 对不对 一定要对比之前原本设计的照片 它原本呢 其实当初这个明日号 观光列车一曝光 引起很热烈的讨论 包括这一个八台车 它是五颜六色 然后各种的厨房用具 全部都放在外面 虽然非常方便使用 但视觉上看起来 就是比较乱一点 所以呢 这个设计师加入之后 就把所有的器具 全部系统化 然后露在外面 大概就只有饮料 连电线都藏在这个里面 所以整个这个车厢感觉 就非常的干净清爽 因为这个地方它坐餐 你可能会用比较多的电 其他插车全部内藏 它全部躺在里面 而且它一定要插在上面 所以就是它整个线路 就变得非常的干净 好 这原来是商务车厢 对 感觉比较宽 另外姐 有没有觉得这个车厢里面的头巾 跟我们传统看到的火车头巾 不太一样 我觉得有点日本feu的感觉 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其实一般的火车的头巾 背面都是广告 在这个明日号上面 他们又就用这个蓝色 还有这个座椅灰色的综合色 再加上这个台铁电袖logo 变成一个比较文艺风 也提升了整体很沉稳的色调 我觉得它的那个 椅背灰色又 白色又加一点灰点 这个还蛮特别的 就是这个在当初呢 它其实观光列车一曝光 它所有的座椅颜色 全部都是这个宝蓝色 那大家看到就觉得非常的刺眼 所以后来设计师加入之后 他就用这个灰色 它的概念是海浪 打到岩石上面吞洒出来的浪花 来综合整体的色调 所以整个明日号座位 就变得很沉稳 而且它还故意 不要都是一对一对 它都是故意这样随机的分配 让你比较有活泼的感觉 感觉空间蛮宽 像我的个子坐下来 对 好 做做看 是 这个座位它原本呢 其实它就是座椅全部换新之外 它还把这个座位全部重新调整 一般的火车大概有13排座位 这边呢只有11排 然后有4个座位 它也缩减成3排 所以座位大概只有原本的6成 那我们这个座位的空间 就会比一般的多出10公分 我觉得180来座的人 大概腿也可以 就是不用往后靠推 可以完全的 对 可以伸直很舒服 其实像这个木纹的贴条 在火车上面也是非常少见 它也是把室内设计的元素 用在这里 那其实看起来 只是很平常的一个贴膜 要贴在火车上面 其实它要考验的是 它们的饰板有没有够平 因为它要贴在非常平整的表面上面 看起来才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木纹 最后的亮点要去看的是 一般火车 我们比较没有去过的客厅是不是 对 这个客厅车厢 你有没有觉得有客厅沙发 对 这个圆圆椅是蛮特别的 这个圆圆椅其实在20年前 观光列车第一代推出的时候 就已经采用这样的设计 因为观光列车的客厅车厢 它有最大的窗户 所以它们设计就让大家 这个椅子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你看到美景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把它转过去 就可以面对美景 念华姐转得好 等一下 我没有经过 对不对 刚归山岛的时候就是会有 OK OK 可以转过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色 OK 而且这个窗帘也非常特别 它窗帘是用这个 游马老师就是泰亚染之记忆保存者的设计 叫做岛屿四季 那因为他们觉得呢 就是大家会拉窗帘的时候 要么就是阳光很刺眼 要么就是这个黄昏的时候 想要拉起来休息 但是你把窗帘拉上之后呢 还是可以看到台湾非常漂亮的风景 这个好特别 对 这好特别 就是部落的 它这边有字 如果来够细心的话 它会告诉你 对 游马达 这个图案 仔细看它用很多视觉做色块 然后用视觉的颜色 来区隔空间的差异 对 其实一般的火车 是没有铺地毯的 在免日号上面为了要铺地毯 这个材质当然是要防火防燕 那它是来自瑞典的一个 国务馆使用等级的这个地毯 对 所以他们要铺设呢 它也是要求非常的高规格 为了铺这个地毯 又再把地板全部挖掉 整个重新施工 把它弄得很平整之后 才能采用这一块地毯 所以我们整个造价呢 一个车厢原本是大概200万元 谢谢 现在变成300多万元 好 所以有一天你坐进明日号的这个车厢的时候 到时候不要忘记是谁介绍给你的 这个拿到铁路运营这个内部明日号运营 你说是因为这一年的努力吗 这一年的准备吗 我可不可以也说其实就是33年 我可以谈一谈说如果没有过去10个月的努力 可这10个月的努力是来自于过去35年的大地 熊市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这些都是大地工程 所以这次拿到明日号我来取得明日号蓝皮解忧号的 这第一波的表案 那时候知道这个明日号要开放大家公开投标 从知道到actually准备提案 所有的人大概是有多长的时间 不到半年吗 这个听说这个事情是4月份 确实听到同仁跟我们做第一次具体的简报 是6月14号 14号 或者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案子 也是让熊市一个奥棒公司 能够回到台湾来 好好把过去累积30多年的功力发挥出来 所以其实是我带动了大部队 各种不同的DNA创意规划行动考察 撰写标案 写出我们对铁道旅游观点的分众跟差异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趟明日号 你在车上里面你看到 在这个里面扣掉我们前面的列车长 列车长 运务工程的 其他全部都是熊市的员工 全部 包含熊市长期已经做海外邮轮旅游 Buddle Service 所谓把空服的观念导到火车上的服务 我们即将在三月份我想我们第一个商务舱的VIP launch 将在花莲 六月份我们预期在南港 新乌日 新左营三个地方 就会有叫做商务舱等级的VIP launch 它什么概念 航空公司在机场有 launch service 就把火车站找到对的站体 找到对的空间打造商务舱的 launch 就是给这个列车的专享 然后我们有专属的包到柜台 专属的月台 还有行李的收集 行李就单独直接送到Overnight的酒店 所以这个已经很像我们过去的航空概念了 这就是把过去航空或海外铁路旅游先进国家 您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移入但是也要在地化 然后我们有幸有遍布全球各地的同事 同仁们回来一起来撰写 争取这个标案 而且有幸我们得到这个机会 可这个只是启动台湾铁道旅游的总体发展的开始 那这些同仁 我觉得特别您刚刚提到很多主管 他们过去做境外旅游 就是专业奖叫奥棒的 当这个熊师集团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是的 不要让这条船沉 所以马上在过去一年 他们去了五个地方跟离岛 我们就讲叫蹲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 他们自己在心境上面做了哪些非常大幅度的调整 才能跟着舵手把这个船继续开下去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负责人 我想我们必须把事实真相 所以内部外部我们就承认 我们必须不是暂时关机 我们要如何restart 所以熊志同仁也曾经在一个短期阶段迷茫过 我们怎么办 所有工作的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同仁 他突然面对他这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 而且可能根本没有未来的未来 但所幸我们及时就转身面对台湾 那在台湾找到一个国民旅游 熊市的国民旅游只是相对在公司的产值中是minority 大概5%到6% 但是熊市的5%是6% 也是国民旅游的领先者 所以刚刚讲这个对照 那同仁们在台湾找到他的新商机 新机会的时候 把他过去跨国旅游的know how 现在为了台湾所谓国民旅游 迎接国旅大爆发 我想台湾的铁路的优势 那有一些是平常我们不容易到的地方 譬如说列车开过去它不停 然后在这些点它有时候有绝佳的风景 你平常从任何角度看不到 唯有在那个叫做秘境车站 这个部长我们既然搭了 晨光出发的名人号列车 是不是我们两个就忘掉我们的168 我要部长透露一下 我是去年8月开始 你多久了 你的168 差不多三个月而已 三个月 我很有效 很有效 你一定要说有效 那部长才能坚持下去 好 我们请我们明日号列车 也是我们雄狮集团的 在列车参车上的首席管家 子欣 好 好 那如果要让我们两个破计好 这个食物一定要够吸引人才行 我比较好奇的是 部长你搭过观光列车 那你有看过车上有手冲咖啡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 对 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 好 欢迎就这下介绍我们 明日号的那个咖啡豆的话 我们都是选在地台湾的豆子 那这一支的豆子的部分是由 云林骨盆的部分 那它是用宴气日晒吧 那它的品种是Fay Shop 义剂 那它吃喝起来的那个味道是 以前味是有点那个绍兴酒红酒的味道 后味的话是有桃子的味道 那我们这个豆子是有得到冠军的部分 那未来明日号的话 我们都是选在地台湾豆子的部分 部长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跟王董了 它就有一点观光圈的概念了 是 确实是把食材用在地的来呈现 而且这个除了创造他们的收入以外 其实也是用特色 对旅客来讲 它到一个地方最想就是食在地嘛 那这个结合其实就是最美好 也带来他们有生意的机会 地方组织起来用观光圈 产业联盟 然后让这一些地方的特色可以上车 然后对于旅客来讲 它到了一站 它就可以体验在地的那种特色 食素有够行 又样样都行 好 那你继续帮我们再介绍 那像这个米果的话是基隆的 然后这个是南枣荷桃糕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那个花生酥的部分 那蛋糕部分这边有比较特别是 这个是台中的 台中的柠檬蛋糕 这个最有特色 就是我们去台中大概都会买的 对啊 对啊 那先破戒我就跟着 我把这个让给念华 这个有草莓比较漂亮 好坏心喔 我想今天好久没吃到我们的檸檬蛋糕 好 那我先去吃厘食车箱 好啊 我会 部长来 这个手抽咖啡 对 性健康 好香 它维韵有一个不同的味道 好香喔 对 五坑的咖啡 亿季咖啡 所以你还是行销台中咯 哈哈 当然喔 他把比较肥的奶油留给我 柠檬蛋糕是台中的特色 是 这个我突然想到 当然我们还在疫情当中啦 我可以直接问吗 你从端午中秋一直到现在 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 他承担了一个所有交通部长 从来没有遇过的空前的挑战 疫情的冲击 我们是海啸第一排 那能不能活下来 一开始真的是不知道 那经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希望让他变成海警第一排 那也透过这样子的危机 我们去应变 所以我自己 其实在第一时间做了很多决定 其实是跟指挥中心也不尽相同 比如我是第一个主张要停止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旅行团跟航班 那在过年前我就这样主张了 后来等大家疫情看到之后呢 我就提出说要有防疫车队 入境之后就要送到这个居家检疫 后来我还提出防疫旅馆 一开始都认为不可能 所以有一个例子是 在有一个从大陆回来的人 他搭乘高铁 那就跟人家讲话 被旁边的人听到 就告诉我们高铁的员工 我们就赶快在高雄他出站的时候 就把他补助了 甚至说要罚款 后来指挥中心说不能够罚 然后到了后来特别是清明 前后的廉价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很困难的抉择 因为当时台北市包括桃园市长 他们都还不想要让大众运输 是强制戴口罩 我有点忘了耶 那时候还没有啊 还没有 在三月底廉价之前啊 我就决定我们从 我们交通部的高铁台铁 还有我们国道客运做起 那时候还没解封啊 六月才解封吗 对 可是那时候规定还不那么明确 那我的判断如果让那个 大量的廉价的人 随着大众运输流动 可能就会疫情扩散 特别是很多海外回来的 这些留学生跟台商 他们可能来自疫局 所以我是 但是就要求就是 入站都要这个量体温 戴口罩 然后要消毒的这些设备 那事后想起来就是 有点超前部署 可是当时啊 很多决定是第一次做 而且都比其他的单位快 那这个如果出状况 我是要去承担后务 了解 当然沟通是很重要啦 跟业者啦 跟指挥中心的沟通 那我事实上是在SARS的时候 那时候是行政院发言人 所以我曾经有过一些经验 尤其疫情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 事实上可能已经蛮严重 所以我是透过很多的管道 然后我做了判断之后 当然也要去沟通 不过真正要去做那个决定 还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 我也是今天在列车上跟部长聊 我才晓得 他呢为了能够充分的 连结大家的意见 形成一种共鸣跟共识 所以他自己去参加了很多 非官方的群组 跟观光的啦 跟交通运输有关的 然后他参加一个 产学界的这个群组 或许里面有些人 平常是批评政府 批评最凶的 500人的群组 你参加了你有时间看吗 你怎么会自己去参加这个群组 因为我们以为都是小编去参加 然后反应给官员就好了 事实上 只要有人邀请我都很乐意参加群组 我甚至主动去想说我能不能加入嘛 那你有匿名跟用别的照片吗 或者参加的人会发现说 里面有一个是林佳龙某人吗 其实我坚持都是我本尊 没有分身 那我们就会以为那是假的 好继续 因为其实 你当然会听到一些抱怨 甚至很恶意的批评 可是你跟他面对面的感觉 那你有机会就说明 那他真的好的 你就采纳 所以我都是把批评最凶的人 找来一起解决问题 这是我做事的方法 鐵道的美学 美学小组 也是因为一些设计师 一些文化工作者批评嘛 我就找他一起来设计 那同理 其实我们可以听到第一线的民意 他们一定是有意见 还会不平责民嘛 他不会无比生意 所以真正骂出来的是非常想改变的人 也许他的口气或语句不好 但是他那个内容是不是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不要去以人废言 或以言废人 那我用这种习惯 我就是大家一起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所以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发现我是真心的 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对 从地骨往前走 往上走 往上面看 就不会一直看到自己现在 所沾的这个地方 结果你看 一切一刀都没有吃 我们要开始吃了 我要行销一下我们台中的美食 好 大家可能会好奇 就觉得我跟部长吃的这些餐点 其实还有真正的这个餐盒 他幕后的团队 你们究竟是怎么做的 怎么来的 怎么保鲜 怎么送上明日号的列车 我们请子依跟林秀带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的 念华 明日号上的餐点就是来自这里 雄狮集团总部 在2017年成立的嘎那 目前有三家门市 因而而在疫情期间逆势成长 比前一年同期还要多三成 来到拓议园 列车上的餐点全部都是主厨 为明日号量身打造 跟着我们的镜头 带您到身藏在雄狮总部秘密基地 一探究竟 明日号全车153个座位 这100多份餐点在发车前一天 就要先准备好料 里面有七种蔬菜 要经过腌制还有盐制 但是准备工作竟然只有三个人 主厨好 嗨 主厨 主厨你们的三明治颜色很缤纷 很像彩虹 想要呈现这个旅行中 一路上看下去台湾缤纷的景致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彩虹饮食法 主厨那你们挑了这么色彩缤纷的蔬菜之后 怎么把它的颜色保留住呢 是我们关键的秘密就是在于下盐的料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神产的南瓜 就是一般我们所称的金粿 我们把它刨成0.2至0.3mm的薄片之后 我们下蔬菜种种的 除以20的盐料 听起来会很多 但其实下盐会固定做它的颜色 而且会让蔬菜的甜味 本身的甜味给提升出来 让它吃起来更丰富 时间来到发车当天一早 距离发车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今天还要做的要组三明治烤可送等等的 一整个餐盒的工作 现场工作人员只有四个人 而且特别的事里面还有总经理 总经理好 早安 早安 只有四个人这样来得及吗 不敢说十字革命 但也经过很多次的这个试验 就是有一次8点 我记得8点50的车子 那我们大概7点多就做好了 所以送到现场已经 还没到8点 那我觉得时间就稍微早一点了 应该是开车前或许30分钟的时候到 因为客人上车之后 他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吃到餐盒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缩到最短 听说整个餐盒的制作是众志成成 就是所有人自己去买餐盒 自己来折餐盒 自己来做包装 是的 没错 就差餐盒不能自己印 吐司还没有办法自己做 但以后都希望可以自己自作 大总你们操作好快一下 这边就80个 是的 为什么你要把东西堆在三明治上面 因为 刚开始没有压 应该说有一次没有压 就切的时候它就散开了 然后它的层次也很不明显 所以后来才提醒大家说每次都要压它 把它的面包跟馅料都压得比较密实一些 然后再把它稍微用一个秤子把它包一下 然后再插个竹签 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多人就 就是会插到手啊 或是说三明治弄好之后就散得满桌都是 接下来主厨要公开 可颂里面炒蛋很松软的秘密 这是很多的奶油 那我来加 来请加 不够不够 还要多吗 还要再多 还不够还不够 这样已经三个了 再两倍再两倍 两倍喔 那我要加蛋了 好 离火加蛋 一这样下去不要太熟 搅到中小火 中小火慢慢炒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奶油 六个 对 这就是很标准的法式奶油炒蛋 火车上的用餐经验提升还要再提升 明日号上很快就会有米其林餐车的加入耶 你的想象就把它摆在米其林的时候 不过我要附加一点 除了米其林呢 我们将来的规划计 还是要发掘或引进台湾新锐厨师 另外我们都会有搭餐酒 会有国际的餐酒 我们也会选拔台湾新的酒厂 所酿造出来的台湾好酒 旅游是一个文化的体验 我们也希望借着国内的演练 将来还是要让境外人士来台湾体验 在米其林餐车之前明日号上有什么餐点呢 现在时间10点31分 10点56分就要发车 大家动作可要加快了 目前的话 对 只有20分钟可以准备 那等一下还要准备什么 他们这边等一下会塞 就是所有的手床设备 对 然后客人上车的部分就可以 我们行销后10分钟就可以让他们点手 光是吃这件事情 就经过这么多的细节再设计 台湾的铁道旅行改变是很热烈的现在进行式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念华 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 尽量就不要把那个小石子 或是说灰尘带进这个车里面 因为这波隆地毯 它的支法是比较很细密的 所以我们就是进来的人 就是拖鞋子来试做这样 都会用漂白水 几乎每天擦拭 一个礼拜呢 就会固定做一次整车的消毒 药剂的那个残效 可以七到八天没有问题 古希腊有一个字 就是Colinonia K-O-I-N-O-N-I-A 交通就是交流跟沟通 因为互动而感动 火车很像是一个移动城堡 不只是铁道经济 而且它把铁道文化 变成了一个 让人们想要去体验的一种游程 王总长 其实像明日号现在这边停靠 龟山站的时候 大家就先从这边 然后先往宜兰去了 就是在这边 那有一些秘境小站 将来是不是也会成为 我们这些铁道观光旅游 它延伸出去的体验点 我想台湾的铁路的优势 它在一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地方 它环岛 所以它山海之间 那有一些是平常我们不容易到的地方 譬如说列车开过去它不停 或者说有一些根本是公路都很难 它只剩下铁路 然后在这些点 它有时候有绝佳的风景 你平常从任何角度看不到 唯有在那个叫做秘境车站 对 又来过伊兰好多次 从来没有来过龟山站 那现在这些被列为所谓秘境 将来都有一系列的政府的优化计划 这是一个特性 那另外是道的秘境 有时候就在车站漫步 周围的城镇漫步 但是也有我们所提供的免费自行车 配合今年的自行车旅游年 发车前最后一分钟 我想听英国铁道迷的例子 它是比我们还充分体现了台湾 全部你要玩全部走铁道 它那个例子很有趣 我想这个在2019年雄师完成一个 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标杆 台湾铁轨 轨道的经济 英国是发明铁道 发明蒸汽机 并把它产业化 就是把火车当作一个运输产业 所以英国一直有最强的铁道名 在桃园国际机场抵达之后 搭乘桃园机场捷运到青浦车站 好 青浦车站高铁到台中新乌日 台中新乌日就火车 单火车搭到嘉义 台铁到嘉义 好 我知道它要去哪 嘉义就在有一个阿里山森林铁路 几乎是世界遗产局的 就到了森林铁路 森林铁路还在用蒸汽 这一次走了台湾的四种轨道 潮机 高铁 台铁 灵铁 非常精彩 也许我们将来的英鲍是 欢迎全球的观光客来台湾享受铁道 是的 奥棒跟英鲍已经没有界限了 好 我们要赶快上车 谢谢 部长 我们想到说交通部在你要推动下面 有一个大的整合愿景 简单来讲 如果我们就铁道 河道 古道 它如何成一个连结的观光网 部长要先用一个古希腊的一个词来做开头 然后这个词 他还曾经写到一本书里面 是啊 我们交通部出的政策白皮书 我就 题目就是交通就是感动 因为在古希腊有一个字 其实是同意字 就Koinonia K-O-I-N-O-N-I-A 所以它是交通也是感动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同一个英文字 希腊文 那是两个意思 交通跟感动 因为交通就是交流跟沟通嘛 那因为互动而感动 那所以在你愿景跟梦想当中 就本身这样的铁道来讲 我们今天走的是主干道啊 那台湾还有支县 我们印象里面的积极支县 平溪支县 六大支县 那将来这个你的想像怎么样 就怎么样沉着动脉里面 然后有活血 再透过静脉流到全岛 带动那个观光 其实台湾的开发就是 铁道到哪里 建设就到哪里 我们的人就到哪里 那我们的骨干 是可以以我们的高铁台铁 做环岛的铁路网 然后你再沿着其他的这个支线 当然铁道 河道 步道 自行车道 那这个就是可以畅行无阻 用这个方式让交通可以带来 这个游客很便利的移动 可是这样你的政策 等于规划要进入很多细节 是 对于交通部团队的同仁来说 这当然是变成一个梦想部会 就是大家一起去实现 这个有感受的梦想 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火车有300多班 是自行车可以上火车 那我们今年就是自行车旅游年 明年是铁道观光旅游年 所以把铁马跟铁道 这双铁可以作为一个观光的主题 那我们透过这东西来 把观光的环境做好 然后把服务加值 火车很像是一个移动城堡 它不只是为了假地道乙地的运输 其实那个过程 你可以跟整个环境互动 美景 然后你可以自己 有一个开放的独立空间 用这个方式让铁道观光 不只是铁道经济 而且它把铁道文化 变成了一个让人们想要去体验的一种游城 Coinonia K-O-I-N-O-N-I-A 焦轰就是感动 好 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驾驶上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司机员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思琪我想请问 通常驾驶这种观光专列的列车 在驾驶操作上要特别注意哪些部分 其实我们的乘务都注意前方耗置 然后路线上的有什么异状 我们都是随时要注意的 那一定要专心在驾驶 包括停车等等 要专心你的耗置不要超速 专心在你的乘务上面 我们刚经过灰山岛的时候 它有特别的慢速 慢行30公里 会特别的慢速的阶段 以我们这一趟来说多不多 通常观光列车慢速的 是为了要让你客能够 看看我们台湾这个东海岸 美丽的风景这样子 对 那这一条路线的话 除了龟山岛之外 其实再往下 你还推荐有哪一些 这条路线的美景 其实我觉得从 郊西 米兰 和平 花莲等等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适合观光列车 来沿路欣赏热站的风景 一个很好的选择 房总这个又是一个疫情年的春天 不过从现在回顾2020年的春天的时候 你心境已经大不相同 而这个心境的转折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想疫情就发生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多久 大概一个月就认定它是一个 不可能恢复到以前 19年以前的全盛期的样貌 做国民旅游是我及早就产生的信念 我觉得我在职场上 经过30多年的训练 并走过上师的过程 其实这些的训练 让我很坚定的告诉我的同仁 告诉我自己 告诉我的董事会 这就是事实 我们面对一个事实 即便要重新开始 都是可以的 那您的心情上面 在经过这段时间 因为获利是一个 比较现实的数字 你怎么样在看到这样一个 跟过去相对不成比例的 获利数字 然后告诉自己 这是一条对的路 这是一个right track 要面对未来的希望走 而不要看现在的数字 我们旅游是有数字 很明确 让我迅速发现 台湾有很多的亮点 重新检视台湾的旅游的要件 加上我读到这个 政府的政策跟预算 其实是明确的 就是要推展国内的观光 甚至观光建设 快来改变队型 然后过程中就越来越兴奋 你怎么样不断地鼓励 可以跟帮助他们 就是你确实必须transform 我这边我必须强调 熊市的高阶主管 都是我们的老战友为多 都是过去经过十年 二三十年的磨合 所以对我们来讲 高阶主管的沟通 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大家当然是 疫情是一个shock 可是沟通协调迅速 达成共识 做调整 做转向 决策是没有障碍的 熊市已经有一个 无价的资产 不能顾算它的价值 就是我们的branding 过去数十年熊市累积了 700多万名客户solid的名单 也就是我们服务的名单之中 服务的客户中中 我们累积了700多万名solid名单 其实去年疫情发生的时候 过了第一个月 我们就在做一件事 全力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去包含到我们 从全市隔离 把我们的人员撤回来 连撤回来的构成 都是非常 可以说惊险 因为要确保飞机 能够确保离境 确保购境机场 确保回得来 那熊 你总共回来多少人 境外 可以说在三个礼拜中 大概有三万多人 要往回撤 尤其越到后面 困难区越大 但是我觉得那一个月熊是做最对的事情 就是确保消费者的权益 那因此而确保了我们品牌的价值 所以是从经验来告诉大家 现在的经验累积未来的可能性 是的 部长疫情真的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看到国内国外都一样 这些旅游运输业者 还是哀鸿遍野 那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部长能够给大家一个希望的愿景 跟大家特别是旅游运输业者 说一些鼓励跟打气的话 大家已经撑过最困难的时刻 那因为也看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大家在坚持度过这个难关 曙光就在前面 那台湾也在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下 我们从防疫纾困到振兴 那进一步 我们透过产业的转型 那台湾防疫做得好 也一定会带来观光的效益 所以我也特别要为我们这些观光旅游业者打气 大家一起加油 台湾加油 如果我们疫情控制跟稳定的话 是不是比起2020 我们有了经验跟方向 你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是 其实台湾的美好 也透过这一次让大家看到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做很多的转型 就是把体质改变 让国旅更有亮点 所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 像观光圈 产业联盟 各种的设施的改善 服务品质的提升 所以大家度过难关 迎向希望 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谢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